亚运会开打在即,中国南篮红队遇上了接二连三的大麻烦。 借赵继位上退之后,周琦或许也有可能被禁止参加此次亚运会。 即将出征本次亚运会的中国南篮红队,最近遭遇了麻烦。 先是首罚后卫赵继位意外受伤。 据了解赵继位是在南篮红队与国奥队的内部教学比赛中导致了左脚骨裂。 篮球后来了也发布公告,正是了继位将不会参加亚运会的篮球赛事。 可以说,对于控球过半场战术不好的中国南篮来说,这无疑是个噩耗。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去外媒报道,菲律宾南协主席称,目前NBA正在调查周琦,是否有资格参加亚运会。 据了解,根据NBA的规则,NBA球员可以参加亚运会,Fightball组织的世界杯,周济杯以及相关资格赛。 但是由于亚运会不属于上述任何一项,而因为大魔王目前在NBA火箭打球,所以就有传闻着,或许周琦也要被禁止参加亚运会了。 关于菲律宾南协主席的说法,我们也能猜出个大概,亚运会马上就要开始。 昨日克拉克森被NBA刮帮,禁止代表菲律宾队参加亚运会,菲律宾就此损失了球队核心。 对于菲律宾来说,有乌克拉克森将决定他们能否夺牌的关键,菲律宾队也见自己被针对,他们立马有样去要,向NBA官方提出申诉,举报中国队也不可以派出同为NBA球员的周琦出展。 可以说,菲律宾用了这一个损人不利己的招数,像很多球迷没想到,大跌眼镜,但菲律宾应该认识到,克拉克森跟周琦其实有着根本的差别。 周琦是纯正的中国人,在NBA赛事国际球员,NBA没有心思,也没有那么大权力去约束国际球员归国后的比赛的。 克拉克森是美国国籍,算是本土球员,联盟当然是有比较大的权力约束了,你能跟大魔王比吗? 但是,还是要说,如果周琦真的被禁止参赛了,中国难来能走多远,没有了后卫线上稳定掌控大局的纪委,如果内线大魔王周琦也退出的话,中国难来的实力将大打折凑,但来日韩伊朗等国的实力就不容小看。 中国难来红队阵容整齐的情况下,只有康康和击败他们的实力,但如果这次纪委和大魔王这两员大将,中国难来会怎么样? 希望丁燕宇航,王哲林等人站出来,这样很有机会再次冲棍,不然的话,很玄,你觉得呢? 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